车印囊营诏读 这个故事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 一起来看看吧 来 妈妈吃饱了 你来吃吧 妈妈吃饱 车印已经吃饱了 爸爸饱了 你来吃吧 我真的吃饱了 今天的书还没有读完 我要趁天亮再读一会儿 天黑了可就看不成了 难道青草那么好吃吗 小杨你看那边 真难吃 孩子他爸 家里没有钱 就是苦了大人也不能苦了孩子 快过年了 得给孩子添点衣服 我们家里哪有钱做衣裳呢 况且这到了雨季 房子也得修啊 要不拿几件旧衣服去当点钱 那也不够啊 我早就想好了 啊 你是说卖羊 嗯 太可惜了 妈 爸爸回来了 哎 年轻不好 一只羊根本就卖不出钱 行了 不是还能买到一些沙线吗 你爸爸难得在家睡个好觉 婴儿 灯油也没了 别毒了 快睡吧 啊 好 把眼睛都看坏了 等天亮再读啊 来了 天如果不黑 那该有多好啊 我就可以多多读书了 啊 亮亮虫 太好了 我可以用亮亮虫照亮了 太好了 怎么了 孩子 有了亮亮虫 把它们的光聚在一起一定很亮 我夜里就可以读书了 那小东西有那么大的亮吗 有 那就拿到屋子里试试看吧 好啊 好啊 慢着点 孩子 妈妈 帮我把书拿过来 妈妈 我翻不了书怎么办啊 妈妈帮你拿小虫子 好了 没关系 咱们先不抓它了 明天呢 妈妈带你到市场上 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装萤火虫更合适 今天要早点睡觉 来来来 看看 你爸爸卖羊还剩下一点钱 要不买一些灯油 或者买些肉炖着吃 那样你就 爸爸不是说过您给我买书吗 你说吧 要不买灯油 要不买肉 新鲜的肉啊 快来买呀 给我买一些肉 不 我妈妈说要那个羊髓跑 二人 你买它做什么 小孩 你说买什么 我说我要那个羊髓跑 好 妈妈 我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 实验 你做什么实验呢 等天一黑 妈妈马上就明白了 妈妈 看 原来你是用它来装萤火虫的 真不错 我把亮亮虫放进这个羊髓跑 好 这样我就可以腾出手来看书了 我可以在夜里读书了 儿啊 快来看看你的亮亮虫 儿儿啊 怎么都死了 没关系 没关系 等到了晚上 妈妈帮你抓 孩子 爸爸给你带回来一些绿豆 奇怪 这孩子怎么了 孩子要读书 家里又没有钱满灯油 好不容易抓了几只亮亮虫来照亮 偏偏又死了 他现在正难过呢 等到了晚上 我帮他再抓几只萤火虫 别担心了 快去睡一会儿吧 明天还要帮工呢 儿啊 抓了这么多萤火虫 怎么还不高兴啊 如果天天抓亮亮虫 可亮亮虫天天被羊髓炮憋死 总有一天亮亮虫会被我抓光的 儿啊 快叫爸爸一起来吃豆羹 爸爸吃豆羹了 你们吃吧 我不饿 妈妈 这个豆子怎么没有豆皮啊 那是妈妈用透气的纱布 裹住煮熟的豆子 把豆皮全给滤走了 婴儿 吃完了睡觉啊 透气的纱布 那咱们家还有纱布吗 现在家里没有了 妈妈先睡了 妈妈总帮别人织布 家里一定会有布头的 我的颜色太深了 啊 对了 如果用妈妈刚刚仿出的白纱布 亮亮虫一定会透亮的 车印 车印啊 该起床了 车印 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把妈妈没有织完的纱布都给捡坏了 你给我好好说为什么要捡 妈妈帮人织纱布它容易吗 你怎么能都给捡了呢 啊 孩子它爸 以后要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啊 孩子它爸 我有话跟你说 到外面来 事情就是这样 孩子为了天天夜里刻意读书 所以才想到这个办法 我们应该支持它才对啊 哎 我明白了 孩子 都是爸爸做了 你妈妈把一切都告诉给我了 孩子 是我冤枉你了 爸爸 我这个白色的纱布包包 可以放好多亮亮虫 而且还都变不死呢 爸爸今天会帮你捉好多好多的亮亮虫 好吗 我再来一个 就这样 车印一直坚持多年勤奋斗 长大后 由于知识渊博 才华横溢 终于闻名于世 受到朝廷的重视 官制礼部尚书成为治国良才 成就了一番大业